你看這個手一一拿起來這個力量產生 是他在帶這個還是這個在帶他 你如果是這個樣子就是身體在帶他 你們有沒有看到有嗎 所以你是這個樣子就是身在帶手 你如果是這個樣子就是手在帶身 這樣不懂 能看出差別嗎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你這個手起來是怎麼起來的 你用這裡讓手起來 就是身體在帶他 是不是 我是肩膀放掉 我是一彎的時候 這裡是平衡的 可是當我這裡一動的時候不平衡的 他往外走了 我把這隻手交給地心裡面 肩膀鬆鬆掉 這個重量來帶回來 對不對 這個叫燒帶根 那是誰帶這個手 手來帶我的身嗎 誰在帶這個手 所以練太極拳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重力 重力是最基本的那個外 最根本的外 所以外不是手腕 不是手指 外是重力 所以當你這樣走 當我這樣走 我去放 我這個走了 我要他起來 我要他起來 是我這一端下去 你看 我還是把它放在一個 受地心引力牽引的位置上面 放在那個 受牽引的角度上面 所以這個牽引會往外走 我如果這個手起來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牽引 這個手就不會把我往外帶 最多是往下 有沒有 可是我的 我這個手的角度起來 我的角度是在這裡 我繼續走的時候 你看我繼續這樣走 這個重力是不是把我的手往外帶 蛤 是嗎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交給他 一直交給他 一直交給他 你看 放到這邊 放出去 越遠 重力是不是就越強 就越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放到最遠的地方 也是我圈 最大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自然落 你看 這邊完全交給重 重力 再放 所以你說我在畫這個圈的時候 是誰 誰在動呢 我畫這個圈是誰 誰在動呢 腰動嗎 也不是 肩動嗎 跨動嗎 腿動嗎 都不是 他們都是在跟而已 他們都是鬆的在跟隨 跟隨這個 對不對 如果你跟著手的重量 竟然可以往上升 是啊 很奇怪 可是什麼解釋 我知道做得到 但為什麼做得到 不是啊 他只能下降 不是啊 就我講的嘛 型 型態嘛 我如果是這個樣子 他就不會往 不會往上升了 我在這裡往上升 我就要用肩 肩 肩膀 可是我在這裡就可以 什麼原因 因為重力把它往外帶 所以我越往上升的時候 你看 越往上升的時候 他的重力越往外移 有沒有 越往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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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喔 我知道做得到 但是 聽不懂 我其實不明白 不是 一點調整 白鶴亮刺這個手起來 比方講 你們 白鶴亮刺嗎 這個手起來 我說這個手要往上走 走啊 我不用肩膀力 他怎麼往上走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一樣 要讓這個手的角度 當我從這邊要起來的時候 你看 手往外放 還是一樣 你手 角度是這個樣子 當我這個手臂的角度 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是不是往外去的 他是往外去的 對 所以我就順著他往外去 你看 繼續放 繼續放 你看 他是不是處在一個不平衡 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被往外帶 對 這個形態 雖然地基引力 要把它往下帶 對 可是因為他這個曲線的形態 往下帶的過程當中 他反而被往上脫了 對 對 這樣有沒有懂 對 對 這樣可以 對 這樣不懂 所以你的 你的角度 很 很 很重 重要 這樣不懂 懂 懂 所以 我說 不是說 一直要保持到 最好一直保持到 這個 手肘 是一個這樣子的曲 曲度嗎 因為 鋒 它鋒是往外 往外的 所以你保持到這個曲度 你自己試試看 你保持到這個曲度的時候 這條手臂的重量 是不是把你往外帶的 你肩膀鬆掉 把你往外帶 對 是不是這樣的 如果放到這個地方 就沒有 就是它往下去 你再鬆也是往下去 就沒有往外 對 可是好玩 你看這個是彭靜 可是彭靜也實 好像我們今天下午講的 是啊 它是 竟然是同一個東西 很好玩 對 所以我說太極拳是鬆鍊 它是鬆鍊 所以它是 你必須經過前面的那個 鍛鍊的 鍛鍊的程度以後 就是說 王湘在講那個 前面的筋骨鍛鍊 筋骨鍛鍊 鍊什麼 鍊什麼 就是把骨鍊開 把筋鍊長 把骨鍊開 把筋鍊長到後面你放鬆了以後 你一放鬆 藉由那個重力 你的關節就開了 骨就開了 筋就長了 彈性就出 出 出來了 我可以 解釋一下 什麼力量 不然你的 就是 碰的時候 不然它就 打 掉 就是 我放在這個 地方 是不是 第一個 因為這個角度的關係 因為你看我這樣子的時候 我這個姿態實際上是不平衡的 因為這個 多出來這一段 多出來這一段 所以它一定是往前走 是不是 第一個是角度這樣 第二個 你肩膀放下以後 說 你不用肌力的時候 當它關節放出去以後 筋力就出來了 出來了 那個筋突然打掉 你前面把它練開了的話 你一鬆筋就出來了 你一鬆筋就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來摸 好 我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這樣的時候沒有 這是用我自己的力量撐著 可是我一放的時候 筋是不是出來了 我不用力 我越往外放 筋越長 越往外放 筋越長 越有力量 這樣不懂 我越往外放 越往外放 筋越長 對 這樣不懂 你要摸 來 手放出去 你看 我在 就是 這 這根筋 跟這個筋 你就這樣放 對 在這裡 我這樣的時候 沒有 它是鬆的 因為我是平衡的 是不是 好我現在把這個手 往外放 我放到這邊 筋 筋是不是出來了 我繼續往外放 繼續往外放 繼續往外放 它是不是更 它是不是更長 被手臂拉 對 重力 重力 所以你這個手臂怎麼樣 產生出那個重力的變化 重力小到大的變化呢 跟你的身體有關係嗎 我的身體位置如果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沒有重力啊 因為整個平衡被你的身體帶回來了 所以你看我這個是鬆的的話 我這是鬆的 我的身體回來 它是不是就回回回來了 嗯 所以我的身體產生一個不平衡 它是不是就出 出出出去了 因為我這個是鬆的嘛 鬆的的東西 肩膀鬆 手肘鬆 那我這樣的時候 它是不是往 往那去啊 跟水一樣 對 我這樣子它是不是 它 它是不是就往這了 所以你的姿態 你的姿態 你的身體的姿態 跟你的布 你的妝 是幫助它產生一個最有效的一個重力的形態 你就走了 所以 當我要走 當我要走的時候 我要走的時候 我就是把這個東西 比方講我棚到這裡 它是放鬆的 放鬆的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要走了 我把一個點卸掉 比方我這個是要往後 往後做的 這個手要往前的 是不是這樣子 我把後跨的點 我把後跨的平衡 一卸 一卸掉 這是不是就起來了 是不是 本來是這樣子 是不是 我把後跨一卸掉 它是不是就這樣子 平衡就這樣 這個還沒走 這個還是在往前帶 可是這個手 因為我後面的平衡一卸掉 它一沉 它是不是起來了 是不是 好 接下來我從這個地方 我要轉圈 轉那個鋁 是不是 我從這邊也是一放 你看 當我如果這樣子放下來 它就掉下來了 可是這樣子的時候 當我它掉下來的時候 我的腰 你看 它掉下來的時候 我腰一伸它變長了 它變長了 重力是不是就往外移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它從這邊 我的腰一伸 往外移它就往上走 你看 我的腰一直往這邊 我的腰一直往這裡 一鬆 我的腰放也是因為它鬆 我從 我從這邊 腰塊一鬆 腰塊一鬆 手是不是就這樣走了 你這個是用手 手臂走 有沒有 你看這個手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一端 鬆掉落 然後這一端 鬆的重力就帶起來 這樣子 這樣不懂 跟你玩那個鞭子一樣嗎 你這一端 鞭子在地上 你這一端 拉甩一個圈 那端就是鞭燒起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八卦 走掌走腳 我起來那隻腳 是不是有這個原因 有啊 有 起來的腿一定有 提供身體一個前進的動力 你怎麼讓它起來 一樣 是不是用力 我們是主動的 你用胯起來 可是你走掌也可以什麼 也可以用不平衡走 我的腿就是鬆的 所以你走到快的時候 走到快就不能用抽胯的那個方式 走到快腿就要鬆掉 讓重心一直走 讓那個凝轉力一直帶你 一直帶你 那個腿是鬆的 腿就跟上去 腿是鬆的才能夠快跟 走慢是練習腿產生那個動力 力量要上去 像我今天問的力量從前面 練慢是練這個力量的通道 走掌在下半身主要就是為了練抽胯 最主要就是練抽胯的力量上去 然後我的這個東西有了以後 比方講我這個 我這個一直走 你看 太地拳也是要走 走啊 走就是 當我的重力 你看我的重力一動 腿動 他的腿是鬆的 當我在這 你看腿是鬆的在跟 腿不產生力量 這樣不懂 他也是在重力引導的情況下 你的腿去動 這樣 這樣懂嗎 好 所以開展 一開始練開展比較容易 因為開展那個帶出來的重力比較強 到後來緊湊小的時候 你要非常的鬆 那個調整 一點點 你的那個力量還是在 看不懂 所以你們自己去試 你手放著 你如果是完全正的 這個手的重力只能往下掉 不會往前走 你往後仰 他就回來了 所以你必須從正的地方 腰部的肌肉 慢慢走去 這樣不懂 來試試看